我就是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完全不需要輸入 讓它亂數幫我抓 那我希望抓的範圍就是 半徑是5到20之間的一個半徑 自動幫我給就好了 假設我的需求不是輸入半徑 而是讓我亂數抓一個 我隨便5到20之間 隨便幫我抓一個 並且幫我輸出 而且在那個半徑的前面 加一個半徑為多少也顯示出來 然後面積為多少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這邊第一個 我是拿剛剛的這個 有沒有 module 我們建的module 這個module把它按右鍵 複製一下 貼一下 把它再重新貼 貼之後的話 給它一個名稱叫底線randon 就是反正避開了 兩個我講過 就版本控制 不然的話 有時候如果你有時候直接改 舊的不見 你可能就不知道舊的長什麼樣子 那回頭要再改又改不回來 所以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所以把它貼上之後的話 那這個 程式部分的話 那怎麼樣把它加個乱數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那randon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位是改完的 把它重新再改成回原來的 OK 那剛剛我們是利用什麼呢 特別做 剛剛主要是 import個max 這個max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取用π的值 對不對 然後呢利用那個max裡面的泡 不過我覺得這個 這個利用max裡面的泡 好像沒有比較OK 沒有比較簡單嘛 因為你剛剛AXX2就好了 那你弄一個AXX2 好像比較簡單嘛 那你幹嘛沒事弄得比較複雜 所以 有的時候程式就這樣嘛 寫法我想 甚至有很多可能超過10種 那你要選一個是你自己比較習慣的 而且又比較簡單 所以我的寫作原則這樣 程式越短越好 沒事不要寫太多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邏輯越簡單越好 程式越短 邏輯越簡單 對不對 這樣相對的維護也容易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有bug OK 所以我寫來寫最後 所以可能剛開始會寫的比較複雜 然後越寫越精簡 越寫越精簡 所以有時候review一下 看一下有哪些地方可以再修改 再改 越來越少 所以你會發現 像我的程式 有一個特色就是 非常短 越短越好 OK 而且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 老師你寫的程式 哇好乾淨喔 跟別人看起來 都是不太一樣的 對 因為我追求就是這樣子 這樣比較 寫起程式來也比較愉快一點吧 不然每次看到程式一大堆 心情就不好 所以第一個 我看到人家寫的程式太複雜 我第一個 整個把它全部改成我習慣的樣子 所以通常會整個完全面目全非的 就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你們也可以慢慢自己去找啦 因為寫法可能不見得只有一種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是你比較喜歡的那種寫法 你一看就知道是你寫的 對 有人程式一看就知道我寫的 這是沒有辦法 這都是特色 所以要怎麼樣能夠達到這個境界 可能慢慢你們要揣摩一下 不過這 我是覺得這也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何要能夠取得一個亂數 亂數的話你必須import第二個東西 所以這個今天要講的第二個import import什麼呢 import要random的一個類別 所以random怎麼拼 random R-A-N-D-O-N 其實還沒拼完它就出來了 有沒有 random R-A-N-D-O-N OK 那這個東西的話其實它已經預先幫你安裝 已經下載到那個我們的那個Python裡面 只是說你要透過import 它才會幫你呼叫進 如果你沒有import的話 你就找不到有那個random這個類別 那它裡面有個方法 最重要 叫作random RANCH 所謂的random RANCH 就是你說你要幫你產生的那個 乱數的範圍跟它講一下 我可以怎麼知道軟數的範圍 所以這個地方 剛剛有import 你就不用import了 Seksymark 把它註解掉 ctrl加斜線 然後到底下Enter一下 A 這個時候遠之什麼呢 就不需要重新再給它了 用亂數 如果假設 我希望那个半径是在5到20之间的话 我怎么叙述 5到20 所以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 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用random 帮我怎么样 在那个random这个类别里面 帮我找到有一个方法 叫做 其实你点下去都会一堆 所以你说random里面有哪些方法跟属性 就这些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其实网络上查一下都有 OK 一大堆 到那个google一下 你会进到官网里面 他会有所有细节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叫random 所以打一个 这边点下去 其中会有一个叫什么 叫做random range 打一个r 那其实random int也可以 random range也可以 不过我比较习惯到random range 为什么 因为像后面我们会跑回圈 foil回圈后面有range 他的用法跟这个用法一模一样 所以一模一样干脆不要弃两种 那random int又另外一种用 我们用random range 那刮胡之后的话你跟他讲说 他总共里面第一个 这个你要给他就是你要从哪一个数字开始 参数第一个 我从5开始 豆点 到哪一个 比如5到20 那5到20的话你第一个的5开头 那后面的话20的话你又要输入21 那后面那个数字是到哪个数字停止的意思 所以到21停止 就是21不会被执行 只会执行到21的前面一个 所以如果5到20就是5 豆点21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5到20之间的run数 那并且帮我怎么样呢 帮我把这个结果算出来之后 并且输出 特别说 不过如果现在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直接执行 他帮你算出来 面积为多少 可是我这边好像少一个东西 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半径顺便秀出来吧 那半径怎么顺便秀呢 你想说直接在这边 如果我希望说加一个叙述吧 比如说半径为 把那个A帮我放过来的话 那这边当然我们就可以 或者加一个换行也可以 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刚刚有讲过 我这边半径 有没有 ok 冒号好了 冒号一下 ok 但是接下来我要把什么 把A放过来 对不对 那如果把A放过来 前面是怎么样 就是用串接 切开来 加加 A 那A又要转型 有没有 如果前面我们有讲过嘛 那又要把它怎么样 加一个street 这样转型 不过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已经用format的话 你不用这么麻烦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我把那个A放过来 有没有 串在中间嘛 哇这边执行的话 我看一下 先把他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有没有 半径 8 面积 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 其实你这边后面已经用format的话 其实你这边不用这样串 有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再加一个大瓜 再加一个冒号 那因为我产生的乱数是5到20都是整数 如果是整数的话记得哦 如果它是浮点数的话 是点多少 点2就第二位 那F是浮点数 如果你是整数的话 直接冒号后面加个D就可以了 如果以后你是自串的话 你就加S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format 总共 三种形态输出 大概就是这样 第一是整数 那可是问题来了哦 如果你这边有两个大瓜糊的话 那你format这边的话记得哦 也要给两个参数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format 这个 特别是用 它就会把A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把这个 放在这里面来 并且格式化成指定的形态 OK哦 类似像这样哦 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把它改写成这样子 执行 它就会乱数产生 并且告诉我哦 它乱数抓到的是16 然后面积为这样子 OK哦 那应该OK吧哦 那最后如果说你 如果 假设你说老师这个地方 最好是面积再换下一行的话 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在这边 再加一个反斜线N 有没有 如果加一个反斜线N 直行看看 有没有看到 半径多少 面积多少 这样的话更加清楚 OK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改了几个地方 一 我input了一个random 二我利用那个random里面的这个方法 产生了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就是从五到二十一结束的前面 所以五到二十的话是这样叙述 三就是什么样 我在这边多加了一个A 可以把这个值再放进来 也就是以后format的时候 你如果有很多变数要放的话 就可以起一个大瓜 看你要放什么 最后再一次放在后面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因为以后每个每个都可以做不同格式 OK 所以请各位来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然后可以写一下 那后面当然还有一个那个 其实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其实也就是乱述部分的话 那你就可以拿来写什么呢 像那个大乐透的模拟开奖程式 那如果大乐透开奖 大乐透有几个规则 第一个 他的号码一定是1到49号之间 所以你如果用random range的话 不就什么 1到50 对不对 但是呢 第二个我要 他还是规则是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会有7个号码 但是7个号码的话 我们现在只能跑一 你总共能说 让他random range一行 random range两行 这样感觉好像也是可以 总共你要写7行 他又可以产生7个 但这样好像有点太麻烦的 所以后面如果说你要重复产生的话 你恐怕就要学习所谓的回圈 OK 那回圈的话就是你要重复执行什么动作 那你又告诉他说 我要重复跑7次 那你就帮我产生7个号码 那这7个号码的话呢 你就把它存起来 那应该存哪里比较好呢 因为你如果7个号码 那你总不可能 存7个变数吧 A B C D E F 那不是很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个串列 前面好像我们上一次上课 有提到有关的那个串列 那不过这个我想我们再慢慢来看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的课程重点 会慢慢再进到回圈里面 然后回圈呢 再配合逻辑判断 然后并且的话呢 可能再加一些这个刚刚有提到的这些东西 反正把这些全部 综合再应用起来 所以如果你前面的部分 假如还没有熟练的话 我是建议回去的话 就反正多打 如果上班有时间的话 上班如果可以用的话 你就趁空档时间 如果不行的话 反正就找时间嘛 时间是人找出来的 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的那个乱数部分 再试着做做看 OK 那不过 那个大乐透会有个问题 因为产生的号码会有可能重复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不重复的号码的话 其实在Python里面 当然你可以再做判断 比对比对 可是好像这个比对有点麻烦 后来我发现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里面有个形态叫set set这个集合一个特色 它产生的号码一定是不会重复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产生的结果 再丢到set里面 它最后得到的就是不重复的这个号码 不过这个我想也稍微复杂一点 回去如果有时间的话 或许可以再想想看 另外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VBA写 我好像在我云端上面 也有分享就是用VBA写出一个大乐透开奖的程式 在下面 这边的话是用Python写的 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个用VBA写的 VBA这个当然还有甚至要检查那个什么不重复的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再去看一下 其实也是一个4维圈 那里面的话就不是用Random Range 在VBA里面它叫RND RND这个东西 也是产生乱数 也是一样可以产生1到19号之间的号码 至于细节的话 我想之后如果有带到这部分 我们也许在细节的部分再说明 那这部分先试一下 这个我想第二个单元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后面因为会牵到回圈 所以下一个单元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回圈的叙述 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就4回圈 所以如果你会4回圈的话 你就知道说你要产生几个 你就跟他讲4I in Range 然后跟他讲范围你要产生几个 比如说你1到 刚刚有7嘛 你就1-8就好 跟那个Random Range就很像 1是起始词 逗点后面是结束词的后一个 当然还有逗点 逗点就step step是说你间隔多少 预设的话是1啦 可是如果你是要2的话就step2 step逗点 step3 你只可以推 如果你要反向就是复的 他这个其实跟那个VBA里面很像 只是说他那个放的那个语法稍微有不一样 不过你大概就把它适应之后 其实很快也就差不多 因为主要是观念 如果你有那个观念的话 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那个刚刚这一题 那并且做完之后可以再看一下那个第三个单元 回圈的那个结构 这个回圈之要结构与智力函数